有一次我們分享一個主題 就是18歲以前 你家裡有哪些人 那那次的分享很特別 對他們親則眼眶泛紅 縱則眼面痛哭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 我很訝異 但是更訝異的是講到我的時候 哭得非常傷心 裡面湧出一股心酸 就2013年到2016年 很多領域就開始去注意到 成長經驗如果很負面的話 我們的身心靈 人際關係 還有我們的很重要的一些行為表現 其實都會受它影響